本报时席声讨淑宁记者好城上海 北京报道 8月23月的北京 新四环一个大型社区中的超市 一清早 不猜的价格被标到十元美金 年轻人仍不问价格都买了起来 而那些每日采购蔬菜的老人 有人笑笑 有人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 这是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中看到的情况 近日 全国大菜价格上涨明显 结涨浮高与网年同期 网络上甚至有人声称 在一些地区 出现了一斤香菜39.9人的极端情况 今年多个农产品生产区域 遭到季三天气烟失的影响 是推动本轮菜 但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一位山东文方的批发商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以前黄瓜两块出库 现在出库就四块 红老椒以前四块出库 现在五块 农业农村部24日发文成 预计后期已受消费混乱 气象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 蔬菜 鸡蛋等鲜活农产品价格 获得震荡上行 全国性的蛋菜价格上涨 在上海市物价居8月22日公布的上海市主要主妇食品品种价格公布表中 青菜美金均价位3.87元 芹菜4.34元 黄瓜3.97元 刀 豆6.47元 其中菠菜价格居首 价格为9.67元美金 上海一经营菜店多年的黎老板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其实每年学生放假的时候 菜价普遍都会涨一点 但是今年涨得明显比较多 像菠菜 我最近都没进 太贵了 而同时期北京物价局公布的菠菜的超市零售均价位6.11元美金 北京25种蔬菜的平均零售价格已超过3元 前几月粉絡上有人声称 在寿光已经出现了一斤香菜39.9元的极端情况 根据记者查证 在山东温海一斤香菜的价格为25.9元 而往年一斤香菜的价格最高不过5元 其实不止上海和北京地区的菜价贵 今年进入7月以来 全国蔬菜均价又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且上涨的速度超过往年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监测数据显示 8月24日菜篮子指数为105.17 而6月24日菜篮子指数为95.80 进入7月以来 菜篮子指数的涨幅已超过9% 这也基本反映着全国蔬菜价格的总体变动情况 2016年和2017年同时期 菜篮子指数均为超过100% 且这两年进入7月 以来的指数涨幅均在5%上下 中国经营报记者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 统计了今年6月22日和8月23日 在全国36个大中产市代 菜平均零售价格单位 圆500克 其中萝卜 蒜苔 韭菜 黄瓜 西红柿 油菜 鸡蛋涨幅较大 鸡蛋涨幅接近20% 黄瓜涨幅超过4% 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看 今年的菜 但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不小的涨幅 中国经营报 记者截取了2017年8月23日和2018年8月23日 全国36个大中城市 蔬菜平均零售价格进行对比单位 圆500克 今年相比去年尖交 黄瓜的涨幅明显 均超过10% 农界农村部主要监测的这15种农产品中 仅油菜价格相比去年有所下跌 下跌幅度为0.8% 西红柿价格与去年持平 其余蔬菜的价格均上涨 气象天气因素影响下蛋 菜价格将继续走高 针对鸡蛋价格的上涨 银河期货研究员胡祥君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每年在中秋节前鸡蛋的需求量会上升 但是反复天气温较高 鸡的产蛋量会下降 而且截至目前 今年的在产氮集存栏恢复情况不及市场预期 所以在攻击上更为紧缺 另外 对于蔬菜价格的上涨 胡祥君认为可能与受光水再有关 受光素有中国蔬菜之乡之称 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提发市场 近日受台风温比亚影响 受光多的受灾严重 蔬菜生产遭到打击 山东境内的蔬菜已呈现出上涨趋势 一位山东的批发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以前黄瓜两块出库 现在出库就四块 红老椒以前四块出库 现在五块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 截至8月23日统计 为方全是152.86万人受灾 死亡13人 失踪3人 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17.26万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3.42万人 农村物受灾面积16.79万公顷 其中承灾面积7.86万公顷 群兽面积2.14万公顷 因灾死亡大生处162头指 因灾死亡羊指10125指 倒塌房屋10335间 严重损坏房屋8240间 一般损坏房屋 53465间 直接经济损失174.73亿元 其中农业损失97.63亿元 瘦光主要生产的是黄瓜和西红柿 黄瓜现在的批发价格是四块美金 旧瘦光 现在这么个情况看 我预计后面黄瓜的批发价要到六块美金 一名从事蔬菜批发生意十余年的批发商 石磊说道 石磊说 今年的台风和暴雨 是造成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不同于往年的事 今年一些地方遭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像瘦光和南通是咱们国家的两大蔬菜生产基地 现在瘦光的打棚大多被淹了 农业农村部在8月24日发布的前期科远 农业农村经济运行平稳消耗文章中指出 预计后期 受消费回暖 气象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 蔬菜 鸡蛋等鲜活动产品价格 而获胜震等上行